我們的農產品又出事了 我們的鳳梨又出事了 接下來會不會其他的水果也要出事呢 現在大家當然不希望 現在的狀況是大陸禁止 台灣的鳳梨進口 農委會主委陳吉仲到底做了些什麼呢 我們一起來回顧好不好 以前的陳吉仲現在的陳吉仲 以前2019年4月份的時候 陳吉仲當時就跟大家說信心喊話 台灣農產品要走向全世界 包括大陸 但不是指望大陸單一市場 很明白的他就告訴大家說 好我們的外銷呢 雞蛋不要放在同一個籃子 然後呢還說台灣農產品呢 輸入的占比太高 所以呢它依賴單一市場 好會重創台灣的農漁業 2019年4月份講的話 現在是什麼時候 2021年了 現在呢已經2月即將要3月了 這麼多年下來 請問有轉變嗎 話都是你在講 但是你到底有沒有行動力呢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貿易跟台灣 對大陸的出口依存度如何 剛才我們視訊了我們的委員 我們的立委賴士寶 他也告訴我們了一個很明白 很事實的一個情況 我這邊資料先跟大家說一下 台灣除了鳳梨世家 都是上萬噸銷往中國大陸 其實鳳梨的外銷量 佔了台灣的年產量 9.5% 也就是說9乘5 種出來的鳳梨呢 就是銷往對岸去 事實就是這樣 我們來看喔 台灣對大陸的出口呢 從以前的23.7% 然後呢上上下下之後 其實到了2020年 已經來到了43.8% 這是台灣對大陸出口 我們把東西賣到大陸去 履創新高 現在鳳梨出世了的情況之下 有網友就開始翻出了 在上個月 民進黨發言人顏若芳 他說呢 上面這個數字 我們把東西賣到大陸去 賣了這麼多 是因為大陸需要台灣 而不是台灣對大陸的依賴加深 我只能說大內宣又來了 風向都是你們在帶 但是呢承擔的都是農民 還有呢現在蔡英文又叫大家 趕快來吃鳳梨 待會我們就來吃鳳梨 但是呢你吃我吃 比不過全世界大家都來吃 事實擺在眼前 現在呢賴士堡告訴大家 馬政府跟蔡政府最大的差別就是 一樣都發生過戒合蟲的問題 以前馬政府時代也發生過 但是呢問題來了 馬政府可以跟大陸溝通 但是蔡政府只剩下1001招 叫大家多吃水果啦 好到底有沒有辦法用新台幣 來下架鳳梨亭果農呢 我們現場就有一盤 那我們就現場來吃起來 但是呢我要告訴大家 我們吃的這個鳳梨呢 我們怎麼買都是小量 因為九成五賣到中國大陸去 你有辦法 我們有辦法吃那麼多嗎 那問題來了我吃這麼多鳳梨 那其他的水果呢 會不會造成其他水果賣比較少 台灣鳳梨真的很好吃 欸今天買的 這個是什麼鳳梨 是金鑽嗎 沒有切的 喔沒有切的就是金鑽 你知道台灣鳳梨有多好吃 它就是很吃下去有一個香味 然後呢它現在的鳳梨喔 我不知道我剛吃的不會很酸耶 我覺得口感非常的好 然後呢是酸甜酸甜 我們台語說酸甜酸甜啊 所以呢飯後來一盤鳳梨真的是很好 但問題是農民現在很擔心 貨櫃直接就說反正因為大陸不能進口了 所以很多農民開始擔憂 像是鳳梨博 他說呢幾百個貨櫃 現在呢被取消 所以呢他也會擔心 好現在呢民眾當然我們都會動起來 發起用新台幣下架鳳梨來聽果農 大家都在聽果農 一大早呢在菜市場 有很多這個零星的民眾 開始來買鳳梨 但是呢貪商說 因為傳出說 鳳梨啊是因為防疫的關係 說鳳梨裡面有這個甲殼蟲的問題 所以呢反而買氣還有下滑 這樣的一個狀況 不只是鳳梨 蓮霧 芒果 果農 也開始煩惱了 這也都屏東的有來嗎 對 屏東的 保育轉鄉鳳梨搬到攤位 新鮮現彩雄親 民眾拿起來選自己要的大小跟重量 一望只買一顆 今天來多買一顆 要來挺鳳梨農 這個人吃得大了 才有說什麼在外面 我們要買更多的鳳梨 來支持台灣的農業 民眾這麼鄉定 這都是因為大陸日前公佈檢驗結果 發現台灣進口的鳳梨 有蟲 簡易不合格 宣布三月一號起 禁止進口 民眾立刻挺一波 但攤商感受確實很不一樣 目前市場上 鳳梨一斤二十元 價錢沒出現波動 攤商根據供需經驗 市場上量多 不過價錢自然下跌 除了鳳梨外界預估下一波可能是蓮霧 一顆顆黑珍珠子彈蓮霧 外型精緻果實 飽滿富含水分 拿去送禮超有面子 只是一旦大陸出口量崩盤 台灣內銷市場恐怕消化不完 讓屏東的果農心事重重 大陸為什麼要禁台灣鳳梨呢 現在官方說法是 因為多次檢驗出 借殼蟲 好這是不是代表我們要開始來省思 借殼蟲的問題 因為呢 台灣的鳳梨可不只有外銷到中國大陸去 還有外銷到日本去 那麼外銷到日本會不會有問題呢 日本的檢疫也是非常非常嚴格 如果說沒問題的話 那為什麼日本可以 中國大陸不停 不行 這到底是一個外銷問題 這到底是一個防疫問題 還是擺明了 它就是政治題呢 好松三月一號開始 鳳梨禁令就要開始了 所以呢 我們也來反過來看到 各國對於農產品檢疫的要求 不一樣 其中呢鳳梨禁到日本跟中國大陸 都要經過檢疫戰 要抽檢並重害 澳洲非常非常的嚴格 輸出之前呢 鳳梨的這個灌芽都必須要先去掉 因為呢在灌芽的地方呢 最容易有蟲在裡面 還要用薰針的方式來除蟲 現在台灣鳳梨被中國大陸封殺 農委會現在呢 祭出了10億元的互盤預算 籌出這個10億元 叫大家吃鳳梨挺農民 但問題來了 如果跟對岸能夠好好的溝通 我們是不是就不用再花這10億元 鳳梨要10億元 那請問接下來我們這麼多水果 蓮霧我們的芒果 好我們這麼多的東西 到底我們有多少10億元 這10億元 你我都出錢 全民買單 全民買單的情況之下 我們還要再來吃鳳梨挺農民 這個問題會不會是政治題呢 這很明顯了 答案大家都知道了 所以很多專家都說兩岸的政府現在必須要做什麼 很重要的就是雙向溝通啊 如果不溝通的話 到底我們的水果要賣到哪裡去呢 金黃色鳳梨放入水池高壓水柱沖洗乾淨 接著空氣噴槍將水分 蟲害通通噴光光 無論是外銷 內銷出貨前都要經過這道程序 但像外銷日本中盤商會先將鳳梨尾拔乾淨 讓檢疫站抽查有無病蟲害 這次取消臺灣鳳梨進口的大陸 檢疫項目其實跟日本差不多 日本啊 中國大陸這些事輸出池 只要經過官方的檢查就可以了 澳洲的話是比較嚴格的 就是要經過薰針處理去做灌芽以後 可以損除了 統整各國檢疫要求出口日本大陸 檢疫站抽檢病蟲害 新加坡香港免過檢疫站條件寬鬆 澳洲最新通過要去灌芽並薰針除蟲最嚴格 得整貨櫃鳳梨洩入薰針市 遠端操控投放繡畫甲腕 因為含毒性得排氣一小時才能出口 只不過大陸禁台灣鳳梨在即 果農中盤商措手不及 氣炸怒火轉向蔡政府 農委會祭出十億元舊鳳梨 果農反而更火大 像吳先生鳳梨一顆成本十八元 十萬顆成本一百八十萬元 靠補助還是慘賠 像這麼一顆成本十八塊 你看這些鳳梨要拿到哪裡去 果農吳先生認為重點在兩岸政府 雙向溝通順利出口才是辦法 否則少了重要外銷市場 整片鳳梨甜沒人買只能放得爛掉 記者屏東台南綜合報導 2月底開始比較南台灣一點 我們國境之南我們的屏東 鳳梨已經開始要開始採收了 然後再來3月4月5月6月 一直到7月份都是採收的旺季 這麼多的鳳梨 我跟你說鳳梨雖然能放 但是能放多久呢 能不能夠放到 我們真的找到新的外銷管道賣出去呢 很多農友現在真的很悠心 還沒賣這個鳳梨的價格 就已經開始跌了 好 跟著我們的特派記者 陳廷汝 我們一起來聽聽鳳梨農 從阿伯們的行程 這鳳梨在那邊燒 燒到沒有人要愛這樣喔 那是要叫我們怎麼想我啦 農民對方單打獨鬥 一定要團結起來 做出一彎事業啦 看政府可以幫農民一些忙嗎 就是推銷然後推廣喔 拜託一下 你不要再這樣 在那邊燒完結 這樣啦 你如果想像我為了什麼 為了什麼 武漢會員啦 人家請出一個理由 就叫你們說 鳳梨 不要再賣給我們大陵了 你們請出一個理由 我們這個農民 我們就在大陵買賣給了 這些東西這麼好吃的東西 你們台中就為了你們一雙 一雙這樣喔 你們就好話說 這樣啦 就不要這樣 不要再賣給我們這個農民 如果農購小國際 對我們台灣是不是很好 對農民超好的 對啊 如果農農的話 只靠我們台灣人真的是 很糟糕 很慘 對農民損失真的很大 感覺鳳梨就是只是個開端 就是之後會有更多水果不能出貨 過一陣子總是有一點 這種問題在吧 就是說像我們一般老百姓 我們又能怎樣呢 這個應該都是政治問題啊 現在他跟我們交 他當然不要替你做事情 當然他就會收回其他那個錢力 多吃啊 多吃就是 就是幫忙農民啊 我們確實 其實這是國家的大事 也是每個人民應該有的共識啊 這不要再想太多了 反正正好便宜我們就多買啊 鳳梨是一個好的東西 水果啊 對 我們要有同酬 要同心意一起來 把我們的鳳梨 台灣本島就來消耗 可能我們就是盡量多買一些 但我們沒辦法吃很多 就盡我們的能力 就多買一些 然後幫他們消耗一些固程 至於台灣鳳梨要支持 台灣那個鳳梨 我會去買鳳梨 可以多吃一點 當然我們會做啊 只是說每個人吃的有限 不曉得 大家都要吃才有辦法